我們首先敬禮傳承主持 敬禮了名和尚 敬禮殺家正空喪失 敬禮十六世大寶華王喀馬霸 敬禮圖登達爾吉喪失 敬禮譚成三寶 敬禮今天厭苦的祖尊 佳智氏 第四祖父 還有網路上的同仁 今天有沒有貴賓名單 我不好 敬禮所有的貴賓 大家午安 大家午安 今天是我回來 從西雅圖回到台灣 第一次上法座 第一次上法座 昨天本來是應該在台灣 雷仗市有法座 有附謀法座 但是剛好碰到選舉的日子 所以台灣雷仗市也就沒有法座 第一個法座 反而是在甘露新社 幾乎每一年的甘露新社的法座 都是非常殊勝的 參加的這個上支 也是人才積極 法座的念誦 也是這個 非常的熟練 非常的熟練 有很多的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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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樓的地方 有很多的法師 在三樓的地方 全部都會加持到 全部都會加持到 今天呢 也就是靈光四色 靈光四色 不論是我們這個活生生的人 還是有民眾 都會得到很大的利益 我們也體驗 這個 加持一位的重等 能夠心想事成 我曾經問過釋迦蒙尼佛 什麼叫做心想事成 佛陀就講 那是神通 那就是神通 心理想 就能夠圓滿 那是神通 也讓這個 優民眾 能夠往生 親近的佛國 優民眾 往生親近的佛國 其實 其實這個寶燦裡面的 這個寶燦 那麼這個瑜伽厭口 它主要有一個重點 就是你懺悔 只要你懺悔 只要你懺悔 就翻轉過來 就像你一樣 昨天的選舉 就把它翻轉 然後本來全部都是 都是立地 都是立色的 歡讚 就成為藍天 那本來是地義的 本來是在地義的 本來是在地義的 官轉 它就能夠到親近佛國 重點是在 凡事有做錯的 全部發入倡本 全部發入倡本 從心在歸一佛 歸一法 歸一身 這個七佛呢 給予大力的加持 讓他們親近 就能夠到諸天去 或者到佛國去 能夠成就 能夠成就 這是重要的一點 我覺得 人世間 也不一定完全是 很完美 不一定完成 很完美 佛菩薩 給大家自由 我們現在講 自由民主 其實大家都是自由民主 給大家自由 任你選擇 你要清靜的 到活活靜 還是造更多的業 下降到低 是你自由 沒有受什麼限制 你想造業 很簡單 這個 第一個 你殺生 就是造業 你脫道 也是造業 你妄語 也是造業 你妄語 也是造業 你妄語 你洋酒 也是造業 喝酒 你喝酒 也是造業 喝水 就沒有造業 喝酒 喝酒 酒 是 這個 罪惡的銀 銀 他那個 你沒有喝酒 你腦袋還清楚 比較不容易造業 有些人 有些人呢 在白天很清醒 他沒有造業 他到晚上睡覺 腦袋就糊塗 他就容易造業 夢中 有時候也會造業 所以在逆教裡面 有修夢 修夢 你修夢 把夢修清楚 知道是夢 然後 避開 把夢 再給他轉化成為好的 密教 就有修夢 我顯教 以前去顯教 有沒有聽過 法師講說 可以修夢 密教裡面 他就有這個 夢觀法 你在做夢的時候 然後 讓你明白這個夢 你明白這個是夢 也要知道這個是夢 然後 你再把這個不好的夢 轉化成好的夢 就不容易造業 白天清醒 晚上睡覺也清醒 能夠修行到 能夠把夢 惡夢 轉成上夢 那就修行已經很高 對不對 你們 在座諸位 在座前面的諸位 這個 你們 能不能把 惡夢 轉成上夢 轉成上夢 慧的人 請幾手 你看 夢也有修行的方法 真的 你不但 白天在修行 密教裡面 不但白天在修法 連晚上做夢 都在修法 這個才叫做高摩 這個才叫做高摩 別人 活二十四個小時 修一坦法 你二十四小時當中 你在夢中也能夠一直在修法 那你就比別人 不得了 更高 所以 夢也是一個世界 夢也是一個世界 很重要 雖然 你白天清楚 不會照夜 晚上做夢 有時候就照夜 晚上做夢 也會犯什麼夢 也會有殺生的夢 也會有偷盡的夢 也會有邪淫的夢 也會有邪淫的夢 也會有照妄影的夢 也會有照妄影的夢 晚上做夢的時候還喝了很多酒 這個就是修行不夠力的這個現象 每晚上都會照顧 其實呢 我們人死了的時候就如夢 你在死亡的時候 像我在世的時候 我祖母還在 結果我在小時候 祖母就走了 那我還沒有出生的時候 我祖父也走了 祖父也先走了 再來是我祖母走 再來是我母親走 再來是我父親走 再來是我走 應該吧 只會啦 眾生需要 大家都講不會 大家都講不會 沒有一個人不會 通通都要走 你走的時候如夢 像夢境一樣的產生出來很多的現象 你那時候你的抉擇是非常的重要 你能夠跟著本尊走 你能夠意念你的本尊 意念你的上師 意念你的父法 這才重要 你平時在白天的時候 你平時在白天的時候 就是一定要意念你的上師 你的本尊 你的父法 等到我們在走在夢中的時候 你也要意念你的上師 你的本尊 你的父法 這個時候 因為你有意念你的上師 你的本尊 你的父法 才會出現 如果你在靈走的時候 沒有意念你的上師 你的本尊 你的父法 那你要往生活活 那你要往生活活 幾乎不忘 所以密教有重要的一點 在於意念 你一心意念你的上師 你上師會出現 你上師會出現 因為我先走 他說你意念 我就會來 你意念你的本尊 你的本尊也會來 意念你的父法 你的父法也會來 如果你在走的時候 沒有這種意念 那你要走就很困難 那你們就要多參加 一家厭果 超度 太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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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個 太厚了 太厚了 很嚴重 太厚了 這個 然後 仍然 要仔細 想念佛,念法,念身,念佛,念法,念身,另外呢,還有念詩,就是護詩,你常常念佛裡面要護詩眾生,因為要有愛,才會有護詩,你要愛眾生, 你有愛眾生,就是一種很大的超然的一種愛,你才會護詩,念詩,有四種,再來是念天,念天,為什麼你要念天呢? 你要到天上,因為天,我問佛,釋迦牟尼佛,為什麼要念天呢?我們念佛,念法,念身,念詩,為什麼還要念天呢? 這個佛陀講,因為天是佛教的護法,你念天的時候,你將來你可以到護法的境界去,天是佛教的護法,另外還有一個念是什麼念? 六念法,我已經講了五個,念佛,念法,念身,念詩,念天,還有一個呢? 念戒,念戒,對啦,為什麼要念戒?因為佛已經教導你,一定要守戒才能親近,你親近就能夠往生。 我們剛剛也是我們祈求,諸佛,菩薩,靜剛,復法,空行,諸天,讓這些幽靈能夠親近,然後往生佛國。 最主要,他們什麼是親近?忏悔就能親近。 忏悔就能夠親近。 所以,宜家宜家宴口,梁黃寶山,都是在念戒,都是在念戒,最主要還是在念戒。 我們要守戒,親近,這是基本上往生佛國的條件。 所以,這六念法今天跟大家講,你要念佛,念法,念身。 其實在這三則當中,就已經包括了你自己的師父。 所謂念身,就是念聖賢身。聖賢身。聖賢身裡面,就包括了你自己的傳訪的根本上色。 也就是南無古佛,也就是南無古佛。 南無古佛,南無古佛。 你念了,你的喪屍就會獻起來。 佛法身就會獻起來。 念戒非常重要,因為那是親近。 讓我看見是親近的。 那,所有的芥,就是根替五芥,再演化出來。 這一主要是五芥。 所以我講過,守五芥就可以轉世為人。 至少,不能墮落三二道。 行時善,你做了愛心的工作 像法國功德會,像這個聖煙露Fundation 他們所做的,對終生給予愛,你就能夠升天 那麼你學習到了苦極滅到,制度成就了 就可以成為阿羅漢,已經不對轉了 那麼你慈亂這樣子以外,你在行六度法 六度,就是不思、慈戒、忍辱、智慧、禪定、精進 你行這六度的法的時候,就可以成為菩薩 因為你自節節他,自己覺悟了,再來覺悟眾生 就成為菩薩 最後,你修行破除了種種的環擾障 然後,兩端拿大切就是、賀蕾、 我對小 Living,所有的偶職、職、職、我職、法職 全部破職了,到時候三身延滿 就是法身延滿、報生延滿、應身延滿 你就是成佛 基本上的這個界線就是這樣 第一,首戒清淨,首戒你就能夠清淨,過去所做的身口意,所犯的所有的業,你都能夠懺悔,那你就清淨。 我們今天像,我一看到今天的這個台中市的空氣,我發覺好像霧茫茫,在這個臉火上市的大樓,29樓往外面望,哇,茫茫一片。 這個不好,這種空氣是不好的。 我就覺得很奇怪,我昨天去選舉,空氣很好,藍天白影都看得見,也沒有看到霧茫茫的。 他就講說,全部把煤炭燒光,這個毒死我們,這些不嫌我的人, 今天又污漫了。 他選舉前幾天,天氣都很好。 我想說,台中空氣真的不錯,有改善。 結果今天,你看,剛選完第一天,他就懶了。 其實火力發電是製造空氣污染的根源。 我以前從來沒有煩惱過空氣污染。 你想想看,我們進來這八年、九年吧,八、九、九年。 都回到台灣,我從來沒有煩惱說空氣污染。 是前一年跟今年,我才煩惱空氣污染。 對,差很多。 對,差得非常多。 我告訴大家,以前臺灣七成是核子發電。 核子發電不足的三成才是火力發電。 現在變成七成是火力發電。 火力發電不成,還不夠電,才用核子發電三成。 剛好電倒。 所以現在這個翻轉。 翻轉的原因就是在這裡。 空氣污染,大家都看得到。 大家都看得到。 而且那個醫生啊,還有研究中國醫藥學院的一個研究室的, 我們也是我們中國中的弟子。 還有醫生也是我們中國中的弟子。 他們說,得到肺腺癌的增加兩成。 肺炎,肺腺癌,肺腺癌,還有肺結核,全部增加兩成。 所以,不好的。這種現象,單單我只是講說空氣而已。 那是不好的。 今天呢,希望啊,這個, 翻轉以後啊,空氣會變好。 我們是期望是這個樣子。 有木可以看到的。 你住大樓,眼睛一看, 每天早上一起床一看, 這個空氣好不好,馬上看得見的。 這不能騙人。 其實,佛菩薩所有的金剛復法, 目光如電, 一樣的可以看到自己內心的想念。 同樣, 除非是記憶力, 記憶力喪失。 有一個, 有一個年輕人, 他記憶力不好。 他問他的女朋友, 你要不要嫁給我。 他很喜歡他的女朋友, 這位女朋友也很喜歡這位年輕人。 但是呢, 他女朋友很不高興。 他說, 他問你, 嫁不嫁? 你既然喜歡他, 你就講說嫁就好了嘛,對不對? 為什麼你會不高興呢? 他說, 他已經問我, 嫁不嫁我, 我已經問了二十九遍。 我已經回答說, 好, 要嫁給你。 所以, 他一夜問我就夜火。 他記憶力不好。 因為還有一個記憶力不好。 這個人把女朋友帶到那個Motair, 台灣的Motair, 你就知道, 騎了Motair, 去了。 他突然間記憶力不好, 我到Motair做什麼。 他很適合。 又把這個女朋友用車子載出來。 載到一半他才想起來, 哎呀, 我荒教做那件事。 記憶力不好也是不行 師尊的這個記憶力年紀大可能會差一點 希望你們每一個人都記憶力很好 記憶力很好 經常用這個六念法 念佛 念法 念神 念詩 念天 念天 這是非常重要 你經常這樣子念 想念 你在網上做夢也能夠想念 那你往生佛國 往生天上 成為都是沒有問題 你只要有這四十的記憶力 這是非常重要 因為這次回來好像到12月8號 12月8號在印尼做一場大訪會 印尼有一場大訪會 歡迎大家參加 印尼有空氣污染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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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的天不在這邊 那是印尼的 印尼有空氣污染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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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西雅圖的空氣真的是非常好 所以科學到底好不好? 科學有時候還製造了很多污秽的東西出來 其實用核子發電我也知道不好 但是你看日本用核子發電 然後在這個福島的地方 因為地震、海嘯、核子膚色就外洩 當然影響日本非常的大 但是日本到現在還是沒有放棄核子發電 因為唯有核子發電才能夠保持電力充足 它雖然有核子外洩的現象 但是它仍然保持著核子發電 而且還要再興建核子電廠 當然這個核子你必須要維護得非常周潛 你能夠保證核子能夠非常的周潛 核子發電非常周潛的話 用核子發電才是最好 那不然怎麼發電呢? 地、水、火、轟、地熱發電 水力發電、火力發電、轟力發電 不然你就用風力發電、水力發電、地熱發電 然後省掉火力發電 一定要想辦法 集合所有的科學家來研究 電力要充足 又不污染空氣 因為這樣子我們生活 在這個台灣這一片土地上的人 才能夠健康 或者空氣污染真的是不好 不好的 那我們談到空氣污染 也談到我們的心理污染 你心理不能也要 不會受外界的污染 能夠保持你自己的這個親近 心靈上的親近不受污染 不受外界的這個影響 不受外界的影響 像師尊啊 以前年輕的時候啊 也受外界的影響 你看我們這個 師尊以前常常去舞廳 常常去舞廳 然後我們有一個法師啊 以前是在舞廳上面吹黑笛的 對 對不對 這是聯誼法師啊 他常常在台上啊 這位演奏 然後看到我在底下跳舞 他看到我跳舞 欸 我從來不跳這個三貼的 從來不跳三貼 都是有一段距離 欸 他說這個人很奇怪 他說很注意 從來不跳三貼舞 只是隔一個距離 最後他聽到我出家了 他也趕走來出家 也渡了不少人 另外我那時候啊 在年輕的時候 也渡了很多的舞女 渡了很多的舞女 他們雖然沒有出家 但是也是正貨中的地 那是年輕的時候 你看我多久沒有上過舞廳 有二十幾歲上舞廳 三十幾歲也上舞廳 三十幾歲也上舞廳 四十幾歲也上舞廳 已經四十幾年了 所以連舞都忘掉 連舞都忘掉 真的 所以因為他會歸於 就是因為他在台上 一直看舞 注意我 只有這一個人喔 他跳舞沒有三貼 都保持一段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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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也是親近的 我是在紅塵之中 沒有受污染 所以我們作為正貓中的弟子 一樣的 你身處紅塵 不受紅塵的污染 保持你心靈的親近 你一定可以往生佛 今天也看到很多的 遊民眾能夠往生到佛國境地 大部分在做瑜伽宴口的時候 也有很多人可以看到自己的 儲先往生佛國 不知道有沒有人看見 他有看見的請來講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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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好 有看到很多 還有看到在場的人 每個人都有一條 你所講的那個灰色的光 跑出來 然後師父 你做那個什麼 手印的時候 那個 光就變成白色 就親近 還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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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你好 上次法師 他在牌頭 很好 看到 地藏王菩薩在旁邊的時候 我的父親 跟我的家王 他們都在一旁 迎那個 幽靈他們 做那個 蓮華 很好 您來後面 好 您來後面 放到後面 請教會 請教會 謝謝 師兄 周圍上次還有 各個帮女兒 還有非常地有掌聲 感謝師兄 因為這次法會 讓我非常的感動 因為我看到 首先看到世尊劃回地藏王 手持西藏 還有拿著魔力寶珠 然後小米有很多很多的眾生 然後在 世尊在講法 石坦路 然後過後就看到地藏王拿著那個魔力寶珠 然後變化成很大很大 像個西米撒這麼大 過後在最後念往生獸的時候 就看到世尊一直畫很多蓮花 然後蓮花 遊民通通往生 然後上面有阿彌陀佛 非常非常的大 毛髮都是藍色的 然後一直在接遊民 上西方籍的世界 非常感動 謝謝大家 好啦 那今天謝謝大家啦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